天冷吃锅 亲朋好友唯一桌 热汤暖身 这是南投草屯镇上卖了30年的老字号砂锅鱼头店 热油炸鱼头用的不是常见的大头莲 而是深海龟鱼头 出锅立油 店家拿出像脸盆一样大的锅子 高丽菜打底 摆上5颗鱼头 满满火锅料 牡蛎提鲜 豆皮 玉米 金针菇上阵 还有少不了这传统味道 过油炸淡酥 最后葱花 香菜点缀 再加入这独门秘诀 熬了30个小时的高汤 淋上浓郁汤头 这一锅才算完整 上桌煮滚 多层次的砂锅鱼头火锅 开吃 这个比较没炒醋味 很鲜甜 汤头很鲜甜 以前我有尝试过用连鱼头 然后台湾鱲下去做 带有一点点土味 品质也不稳定 我改良用鲍鱼头下去的话 它胶质比较多 然后没有刺 怕刺的 还有那些老人家 他们都很有接受感 那一家火锅店也在草屯 以土鸡为主的料理 好几款的鸡汤 得提前预约 尤其是这冬天才有的 限定版挂彩鸡汤 加入汤烫后的常年菜 蛤蜊 盐巴提鲜即可 还有老菜簿金针花鸡汤 和土鸡锅物 饭头甜点是冰地瓜 含着一人一颗的土鸡蛋 用139线的土鸡 肉质Q嫩 南头县小浓的产品 像这个老菜薄鸡 就是那个骨鸡 身上腌制的 然后经过5到6年以上 才会采用 喝起来就是刚刚滴滴 在第20年的地方特色餐时 没有华丽装潢 汤头取胜 留住老客人 TVBS新闻陈家贵 南头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